今天是10月18日 在这个历史意义的时刻 我们集聚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共同参与并见证长征国际徒步大会 启动仪式 1934年10月18日 一群怀揣解放全中国梦想的战士 从于都出发 踏上了一段长达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征程 90年后的今天 由美国ICN电视联播网 美国华人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行走中国公益俱乐部 共同发起的徒步长征路 改变你一生的旅行 长征国际徒步大会启动仪式 在江西于都长征出发纪念园 隆重举行 长征再出发 宇都回来啊 彩带飞舞 红旗飘飘 来自美国和全国各地的 徒步爱好者和游客 聚集在于都长征出发纪念园 在合影留念后 长征国际徒步大会正式启动 活动从于都长征出发纪念园出发 沿途经过里仁村 分水澳 下方 于下午到达立乡越干省立村区的苏维埃政府就职 在越干省立村区苏维埃政府就职举行的拍照和颁发纪念证书环节 更是让每一位参与者深刻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 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 这次徒步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挑战 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他们表示 通过亲身体验长征的艰辛 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 这将是他们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经历 长征不仅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种精神 长征的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 活动主办方表示 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 未来将继续推出系列活动 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活力在地方的要求 我们长征国际徒步大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国际的友人更多地了解长征 让国际的徒步爱好者来中国来余都来 亲力走长征 这条路是毛泽东周总理中央中队走过的路 所以我感到很荣幸 我也坚持下来了 我希望全中国的所有的爱好徒步的人 包括喜欢有长征情怀的人 包括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能来一度走长征路 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虽然我们年纪很大了 但是我们来自美国 还有我们来自台湾的一些海外侨胞 我们对这次活动非常支持 我们也一定会坚持走湾前程 把长征精神传递下去 我们在这次长征的过程当中 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所有影视人 必须传承和发扬长征的中央红军精神 更多的话我们是要去弘扬 就是长征这样的一个主题 给予到了我们什么 长征的旅行 这将会是未来我们一个大理由的一个方向 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体验红军当年的长征路 长征精神 从走长征路 就是要弘扬长征精神 在新时代 根续长征精神 续写长征的新篇章 愿真人 万岁千山 只能贤 无礼为因 同其郎 无梦堂不走一万 金沙水白 云亚乱 大不桥分铁锁海 特 cent 公 notable 熊学成员特 云亚达 国异坏 通 Hey, 我们的速度 节目 经水ep 云亚乳